2020王鎮翅杯全國青棒錦標賽的冠軍戰 在5月10號熱血登場 由古堡家商所代表的新北市 強碰由平鎮高中所組成的 衛冕軍桃園市再度上演宿敵之間的對決 再來變化球被逮到了中間方向 這球落地形成了安打 左邊方向 這顆球打穿防線嗎 沒有 尤其是手接到之後要傳一壘 但是已經沒有動力了 中間方向強勁的滾地球 哭下去沒有攔到 形成了一次安打之後 二壘跑者現在繞過三壘 直接回來得分 中左半邊方向 這顆飛球來看到左外野手 行進間的接殺 這顆球跑者決定要跑 撲回本壘得分 中左半邊方向的飛球 這顆球也開始是要落地 行 右邊方向這球撲下去了 打穿了內野的防線 形成了安打 現在跑者繞過二壘 要來到三壘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他經過爆船 那這裡本壘又撲掉了這一分了 打第一個球 一壘手撲下去了 稍微改變了球的軌跡 但是沒有辦法確實的接近手套 中間方向 這個球應該是打穿了 好 平衡 好準的落過三壘的壘爆 好去回來得分 一決下桃園市不為龍捲風 左投林玉銘 從他手中連續敲出三支安打 先持得電 但新北市隨即在三局上 靠著高飛犧牲打追平比數 雙方你來我往 五局結束就以2比2陷入平手僵局 中間方向這一球打得非常的扎實 這球都有點對應了 對 這一個球 從左邊方向感覺就歐巴了 落地 行成了安打 是一支搶打 逃者回來得分之後 現在看到打者林承勳 站上二壘 所以現在只有三局的工作 就有絕對可以跳得更快 這球來看看 在二壘 最後是抓到了最後這個出局數 哇 古堡加商 這個非常的開心 感覺拿到 真的是 真的是今年 其實對上平衡高中 是輸球 那時候他們的情緒是很低落的 那時候氣氛不太好 而且這一次又是在 等於自己半個組場 更要把顏面給討回來 六局上半 新北市的何恆佑 率先靠著安打上壘後 林承勳適時敲出 二壘安打超前比數 幫助球隊以3比2贏球 奪下睽違20年的冠軍寶座 也斬斷了桃園市四連霸的名夢 而後援上陣的火球男潘文輝 飆速154公里關門成功 拿下勝投和大會MVP 雖然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的王臻之杯 無關小馬聯盟選拔資格 但選手們仍然拼盡全力 為高中生涯最後一項賽事 劃下了完美句點